玩具TV第六季第六集第二節 名人堂crossover包玩具 香港RaisingTest 成田宮前香港代表隊 香港代表隊啊 我們要玩到現在 這麼紅都要 冤枉於向勁啊 要不要認得了 要不要認得了 你不認得了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來吧的士塵 這次我們包玩具crossover名人堂 除了跟大家一起包玩具 會講這個香港特別版的的士四驅車 什麼號啊 這個是叫的士塵 他什麼 我不知道 他什麼號啊 什麼載號啊 而我們現場找來五位朋友 全部都是猛人 有前香港代表隊 甚至乎有無形公司的代表 也有教育界的代表 甚至乎 真的搞比賽啊 插畫啊 前期統籌啊 等等的代表都有 這個時候 不如逐一介紹一下先 這邊先 好 大家好 我是John 是偉高模型開發四驅車部門的代表 開發四驅車 是開發 開發 是開發 是開發 好 大家好 我是葉 我是前香港代表 以及是歷任亞洲杯的驗車 驗車 驗車 我是June 我也是前香港代表 是的 June 我要補充一點 June 其實一會兒 你知道他的背景的時候 你會發現 為何他的四驅車這麼強 他在技術層面方面 講到硬件那邊 是強得不得了 也和工作有關 是的 不僅僅可以處理到 這輛的士版的 驅車 也真的可以處理到 在街上很多步驅車 沒錯 哈哈 好 繼續 大家好 我是Sky 我是SP車隊的隊長 除了隊長之外 他也是在教育界不遺餘力 在教導新一代的 這個也是我的目的 不過認真 他是在不同的學校裡面 就是教一些小學生 就是享受四驅車的文化 還有你知道 這幾年也有講 STEM education 四驅車 如何可以充分體驗到 STEM education 所以就有教育界的代表 哈哈 哈囉 我是阿包 主要是和其他幾位朋友 一起做這個比賽教授 哦 哦 萬人 萬人 任何比賽的規矩 都可以慢慢問他們 先說第一件 就是要霸患他 是不是 介紹完他們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拆解一下 這一盒 Hong Kong Racing Taxi特別版 Racing Taxi 才是過癮的 是啊 Taxi 但Racing 好像是整形得美 我真的要出小巴 哈哈 剛才我也有問過這個問題 在這裡 看看Racing Minibus 紅巴 有Exploration 哈哈 我們可以 車身太高 差不了賽 留給你說 好 好了 一開了 馬上給大家看看有什麼 先來說明書 不會見到Sibala 和這個展檢 開了 只是個殼 就已經有不同的組件 已經有不同的組件 灰梯 應該絕跡了在坊間很多年 開了包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這麼多 一眼看完 其實裝組方面也很簡單 當你不打算改的 對 沒錯 五分兩公九元 對 小朋友應該都兩三個字 砌好了 我試過吃飯 不是,我試過送給我兒子 然後一個吃飯時間 都不用砌好 不算貼紙 貼紙 對 貼紙 貼紙 我早前有個紅本 貼紙在那裡 哇 貼紙真是精髓 沒錯 說貼紙的同時 德哥一定要看看這個說明書 告訴大家說明書有什麼特別之處 說明書真的很特別 什麼文章都有 好 好了 以往的印象中 有日文 有英文 大家留意這裏 咦 簡體字 咦 繁體字 嘩 哇 這些就是尊重 這些就是為廣新歌 尊重 沒錯 這些就是為廣新歌 這就是第一次 如果沒有記錯 有史以來 有賽程更正 四驅車第一次 有繁體字的說明書 應該這裏是第一架 是不是 我沒有說錯 繁簡是第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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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說明書 看了 反而我想看看成品 以往 如果大家 在說 食居小子的年代 都已經N年前 你知道 馬達 就是引擎位 一定要開車殼 然後再開 保護扣 才可以拿到馬達出來 但來到這個Generation 這個底盤 就是FMA 你直接不用開車 反轉的車 可以直接換到引擎 這個也是交給專業的高手 你應該拿出來的 扣其實就是這樣 有一個倒勾 向前 搞定 回到那邊 我們通稱叫 雞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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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黑 我的年代最喜歡 對 這樣裝陷 也是很簡單的 那看到整個車 成形之後 貼紙 就已經無出 對 塗裝都基本上 你要求不高 是不需要的 為何特別用灰胎呢 啊 問得正 大家 一問完 誰回答 雖然你們全部都知道 沒錯 我回答 我回答 那灰胎 其實絕積了很多年 十多年前都可以賣的 那 但是 其實為什麼說 那些車手那麼喜歡灰胎呢 因為它是一個 硬身的車輪 那硬身的車輪 回彈會比較少 比起普通的黑色車輪 不過呢 一般的硬胎 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沒有那麼咬地 而這隻灰色呢 不知道為什麼 是比起其他顏色 是咬地一點的 那大家可以脫下它 可以脫下 感受一下它是否絕少少 如果你有其他的車呢 應該可以感受到 有少少 刷膠和沙膠之間 其實我想是 顏色的 combination 是不是跟灰膠料 就是跟鞋一樣 哈哈哈哈 真的特別好穿的 所以變成 用在胎上特別咬地 對 因為我小時候記得 如果想咬地一點 用海綿胎 海綿胎是防線咬地一流的 不過速度就沒有那麼厲害 當然 有利有弊 這個灰胎如果真的落場 什麼情況下最完美呢 其實落場都我想會有很多人用 之後什麼情況都用 我看到是一條胎 然後外面還有一條胎 還有一條膠圈包著 會的會的 用很多型顏色 對 這個你熟的 你熟的這個是磨胎專員 磨胎專員 可以分享一下 對 其實如果做不同顏色的胎 有不同的物料去做 如果我們分為外面和裏面 裏面我們如果在跑道的時候 我們會找一些絕的胎去做 如果外面我們就會找一些海綿胎 或者一些低摩擦力的胎去做 讓它過彎的時候會更加流 所以就有兩個層次 對 這個不說真的不知道 可能會玩開四處車 當然有 為什麼 我以前是地平線的 Horazon 對 吃得玩的地平線 我還可以 我是玩Advante Junior的 我全輛車玩得透明的 還可以的 好玩 真的好玩 超級勝利者都喜歡的 但是那個年代已經太久遠了 雖然我是在臨開始出現四驅兄弟之前 才買的 差不多年紀了 差不多年紀了 真的可以講講四驅車的歷史 本身真的說 剛剛開始後 四驅車這件事 是什麼年代 還有什麼時候 還是有四驅車這件事 我覺得我身邊這位阿包 他真的好像四驅兄弟裡面 火太陽 那個角色 咬爆谷波板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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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哪個年代的 我們全部都是四驅兄弟的 是不是 是呀 我一定是 我覺得 很有可疑 有錯請更正 其實真的說 玩四驅車的那段時間 應該就是四驅兄弟之前 本身開始有遙控車 將它微型化做四驅車 所以變成第一代的四驅車 就是Advante Glasshopper 大黃蜂等等 到你真是說 四驅兄弟 一聲爆出來 真是由當時的動畫 去演化 到四驅車 那時候真是最受歡迎 那時候最輝煌 因為 我記得我真的參加比賽 玩的時候 那時候在小龍團體會玩 就真是 很棒 有場的 是啊 那時候很想贏 超勝利者 贏的大帝 小龍忘了什麼 大帝 紫色那一家 原始大帝 很想贏 最後贏了 冬天鵬 所以剛才看到冬天鵬 真的同年回憶 那個年代的四驅車 很想跟回交通片 拿著一支 棍 棍 I'm so sorry 你落坑渠玩 認真的 你們如果有一點時間 起底的話 我當年剛剛到電台的時候 真的跟一班同事 做了一個實驗短片 在我們廣播道那裏 一人拿一輛四驅車 然後一人拿一把T車 對 在廣播道那裏繞了個圈 做個比賽 跑道死了 最慘不是那輛車死了 最慘是卡住那些大貨車車底 我們又爬進去拿 第二天那輛車走了 我們拿回那輛車的 沒有粉碎 不過馬達已經燒了 不算是卡住 以德班 以德班 也有一些前香港代表 也想問一下你們 在日本比賽的感覺是怎樣 日本比賽呢 我去過兩年 很幸運 2013、2014 但是練習後 就緊張得 真的無法休息 我可以說 臨出場之前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好像窒息 感覺好像怪怪的 第二年就好一點 因為第二年 一來隊友比較多 二來有經驗 不是第一次就有經驗了 對嗎? 那就令事情輕鬆一點 最後的成績也好一點 我覺得也很開心 因為認識到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有些現在都還有聯絡 去亞洲杯做驗車的時候 也都會有人找我 叫阿姨啊 那些照片 我想說有很多女車手的 我也想 有的 日本有 我要說一些 日本有的 香港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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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點也有 有的 其實上次在寶林 我見過有一個 幾大人的比賽 也真的有幾美的女車手 寶林 新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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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奇 因為我有下去供過 是 講到比賽 很多時候 大家這一兩年都很著重 跳台 落地 不要怎樣反 我想問阿June 多一點 因為其實原來阿June 除了四驅車比賽上 有驚人的成績之外 他也跟賽道的設計方面 是研究得很深入 就是設計賽道的 你是不是 都是有設計過賽道的 還有最重要是設計 都是前期的 測試就更加重要 因為那個擺位 即使同一個難度位 你擺位前後 可能 我們叫做一格 一格 可能1.2米 你移前移後1.2米 那個差距就很大 是的 因為車的速度會不同了 飛出來又會不同了 真的 差之 毫利 失之千里 對 距離就不多 但是 變了影響就很大 難度上 很多時候我們參加比賽 都會改車 就算不能打也能看 一定要有型的 這個的士 我估計應該有很多師兄 買了回去 就不會黏玻璃貼紙了 應該就直接挑空了 對 然後放一些LEGO進去 我估計 但是你們 就是參加比賽 真的在這個的士上面 可以怎樣玩 或者怎樣改 或者有什麼建議 應該有幾多分鐘 我想哪位 我打算露兩手 大家都只有一個學員 其實如果玩比賽 如果大家 主題是的士 那當然是玩 Wenn McRace Wenn McRace 大家都用回的士車殼做主題 那就變成 重量上 大家比較接近 雙弱的 不會差那麼遠 因為如果你默默然放了 的士的殼 跟其他我們現役 正在玩的車 去比較的時候 重量上可能差 十多g 數值上好像不太大 但是走下去就會差很遠 如果重量上接近 加上是Wenn McRace 一定要用這個車殼的話 變成大家都會接近走出的速度 以及可以激發到少許創意 因為這個殼 可能帶下一些限制 但是也可以啟發到 你去想一些事情 去突破這個限制 就是關於的士 這兩年 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會把LED燈進去 是不是就是說 你挑通過之後 裡面放LEGO 你想想 你的的士在上面 正到震 整件事真的沒有 真的寫了那三個中文字 在那裡 是不是 長期著燈 要加上那塊摺 那塊牌 要前面放五部電話 五部電話 不過另外 都想問多一點點 本身其實真的說 可以 和田弓合作 就是偉高 暫時 one and the only one 表表者 可否說 如何可以和田弓合作 這個項目 其實本身 偉高我們公司 不是第一次和田弓合作 早前 兩三年前 出過一部 坊間叫 黑幅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藍色 我們出了一部 叫做 White Gold Limited Edition 當時 整部黑色的 只是在香港賣 也是一個量產的產品 將會好像的士 現在已經賣斷了 那塊東西 也是因為這個契機 我們就有一次和Tamir先生 露田公司先生 厲害 Tamir先生 他來到 因為我們車友們 經常溝通一起吃飯 那些 經常都說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有一部 大家拿著手 會覺得是香港手信的歷史機 重點是香港手信 重點是一起吃飯的時候 談 已經不是故意 我跟你一起談合作 有空吃飯的時候 不如我們找些東西搞一下 層次 你不明白 因為要打高球 我想要 下星期我們找些東西搞 那 因為大家 車友們 大家都很想有一部 這樣的手信 我們就很大膽地提出 不如 做一部香港的士 我們當時指著的士 不如就做這部 這樣 他又很快手地 押了頭 這樣就好 即是他都在香港 對 聽的時候 見到的士 就指出的士 對 香港手信 這一個真的是 是icon 確實 那我們 更像這司機 我想一定有幾個司機 放一部車在他們的車堂 一定會 貼著他 貼著我三個中文字 什麼號 對 什麼號 我想大家看完 都很想擁有 現在你買不到的 因為未出 什麼時候出 以及如何買 預計 我們在六月中 應該下個星期左右 就會開始 燒炒 怎樣買 其實就在各大門店 或者一些連鎖店 或者偉高 說白一點 或者是 卡米亞 很多HK官網 都可以訂單 這個 重要 謝謝 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真的說這輛車要改 又符合規例 你會怎樣改 其實呢 車頭龍頭A 是放心的 因為 這輛車如果這樣看 是沒有犯規的 因為我們的長褲高 跟現在這個狀態 還有一些走賺的 因為我們闊 就1050mm 高其實是50mm 即是你也有抓 車長也很難過 所以是不用擔心的 哎呀 你想吃吃就買了它 心靈 龍頭 因為這個FMA 都很堅固 可以加一些炭纖龍頭 沒事的 哈哈哈哈 炭纖龍頭 炭纖龍頭 用一些Beeling 就是可以轉彎的 順一點 如果你有車殼 我也有一點點想法 可能會不會 我們有些流行提架 即是一部車跳台的時候 它會升氣 會不會把整個車殼 變成提架 我現在都在想 挺過癮的 幻想的 因為我們也有計劃 真的搞個比賽 就是一輛的士 這個要等一部車 我還沒在手 我今天也是第二次見這部車 所以我回到實物的時候 研究一下 其實本身說多一點 你前驅的車 其實不多 這輛的士是前驅的 所以我想要玩的東西 它本身的車籠 應該都沒有特別的位置 可以讓你有其他東西加 所以真的要想 這個體體也很新的 它出了半年 就是最新款的體 因為上一代我記得 很流行中置引擎 中置引擎 中置引擎 就是整個馬達 直軸 放在中間 那件事整體 換又快 這次的士 前驅真的跟回真正的士的玩法 但也要問一問 真的參加比賽的時候 他們剛才不是說到驗車嗎 驗車 有沒有師兄 他們最容易犯什麼規 這個真的要聽一下 一般 普遍現在驗車會遇到的問題 很多時候是闊度的問題 闊度有機會會超過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會 側輪不同size 裝錯了不同的路 有機會超出了 側輪就是這些 對 這些就是側輪 我以前小時候好像叫做導輪 對 導輪 對 對 主要都是闊度上的問題 然後長度 因為現在他們會裝龍頭布尾 另外延伸 可能會有些裝Brick 突出來的位置 可能會超過了長度 主要是長闊度 但這些會不會影響 他跳台的時候那種優雅呢 我自己覺得跳出來那一刻要有型的 會優雅 其實很多人會裝防菌桿 變成真的說 在外觀上都會有些出入 是不是波棍 波棍 波棍 不是波棍 那一支波棍 還有什麼配件 我們盡量數一數一數 龍頭鳳就當然了 波棍 煞車 因為很多時候裝的時候 離地最少要有1mm 就是煞車最低也好 都要有1mm 我記得以前有煞車是後面裝了一個 塗膠 對,塗膠 不要再想它 現在就行了 海綿、車輪 所以你要留1mm的空間 因為有時候裝得差一點 或者有些東西歪了 或者有些朋友喜歡那顆很小 就會觸碰地而不自知 所以… 插紙膠就是土炮做法 對,在家裡玩是可以的 但是三兩下載就不行了 每顆膠都不見了 所以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了 OK,說了這麼久 最後還有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的士多錢 這個的士 現在我們公開訂價是120元港幣 120元 現在只是120元而已 一夜夫妻嫁 是啊 是啊 不知道了 是不是 手快我手麻毛 好像接下來 星期六、星期日有東西看 下星期就是個剪 剪就會有的 這樣問一問 會不會有其他顏色的呢 暫時還沒有這個預計 我做新界的 他煮你懂 可以放一支雙色綠色油 我很喜歡這個答案 不過anyway 我還是覺得 貴公司不會只是出紅殼 這麼簡單 這些商業遊戲 我們不要太快揭露了 大家知道就算了 就不要想太多 是啊 那這個星期很感謝四位 四位 五位 五位 我剛剛在這裡說 我剛剛在這裡說 我只是小聲 很開心 我不是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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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他們跟我們分享 因為我覺得 四驅車這份情懷 我覺得 無論你幾歲都好 只要有輛車在手 就會回來的 是啊 就是剛才一看到 真的突然之間歪了 真的很多話題想說 其實有機會講回遙控車 都是一個很好的 topic 說回HotShot 我第一架是HotShot 我真的第一架 HotShot是第一架 我正確實是第一架HotShot 所以 那種情懷是爆了出來的 我們下次玩具TV 約會一羶人去他們的車場玩車 這樣才是玩具TV其中一個精髓 整架車都被扣了 好了 今次再一次謝謝你們上來 跟我們分享這間 香港限定的的士 記得如果你有想買的 那星期六日 自己去會場 一共 然後各大玩具店 均有代手 好 拜拜 辛苦大家